歡迎收看今天的金融鬼股指大盤果然回檔了 而即便是回檔我的重店相關的股票在今天又再度創下了歷史新高 有沒有發覺到當我鬼股指 整個市場第一人跟你分享重店相關的股票 很多人都沒能講 很多人都不講 很多人都在講其他AI的股票 只有我在這個節目跟你分享重店要來了 政策利多的股票 而且會一路延續到下半年 一切漲在前面 而當昨天華晨 這些相關的股票 一路創新高 大家都有了 又變成大家都有重店股票 這市場很好玩 大盤漲到了2萬點 所有人都說他早就看到2萬點 當大盤碰到了2萬點 所有人都說不會跌 果然會往上 他都知道了 當結果出來了 他說他都知道了 當大盤又碰到2萬點 每個人又跟你說會到2萬1 2萬2 趕快買不用怕 只有我鬼股子跟你講 居高思維 在這邊高基期的股票 一定要換到低基期的股票 只有我鬼股子在節目一直跟大家講 以股換股才能延續標股 因為標股不是追來的 不是說一檔股票已經漲一倍了 漲了兩倍了 你還覺得他還會漲 大盤並不是從低檔 漲到了2萬點 你還覺得他還會漲 重點漲到了歷史新高 所有人都覺得他還會漲 各位不覺得太慢嗎 而唯有能夠從 整個市場看到的是大海裡面的水滴 只有我看到了水滴裡面的大海 這是我鬼股子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今天的節目 重點已經開始震盪了 我會跟你講該如何是好 還有可誠我們的新股票 高基期的換到了低基期的 我們厲害的可誠強勢接棒演出 今天大盤不好照樣長紅噴出 中興電 亞利 華晨 市電 雙紅 齊紅 中美金 跟新日新該怎麼辦 還有精品股具備了大戶籌碼的好股票 今天正式登場 歡迎大家加入我鬼股門 近期跟大家分享的散熱相關的 各位從相對低檔講才有意義啦 雙紅從我看到他 並且帶領我的家族成員 一路往上做的時候 這一檔個股 已經狂飆了99個百分點 差一趴啦 差一趴就翻倍了 那我們把這一趴 留給其他的股票 雙紅 超紅 超好賺啊 我的家族成員都有賺到啊 滴滴的啊 那個時候很好買啊 沒人跟你搶啊 一到近期 他創下了新高的時候 整個市場又來了 可不可以追 需不需要賣 怎麼辦 之後怎麼操作 在我這邊 只有賣不賣的問題 因為你買的夠低嘛 已經漲了99個百分點 跟齊紅一樣 齊紅也很好玩 這兩趟個股進場的價格不一樣 單都是300多塊錢 一個是300出一個是300尾 那也很奇妙 齊紅最高漲到了677塊錢 300多漲到了677 也剛好恰恰好 也是漲了99個百分點 散熱散熱 長長久久 一路狂飆 兩趟好兄弟 攜手狂飆了99個百分點 這也是我家族成員的股票啊 也是滴滴的啊 原本在這邊你怎麼不買 狂飆到這邊才問要不要追 不覺得很好玩嗎 不覺得這樣的操作需要改進嗎 那如果能夠 如果有感覺到 賴老師 你說的是對的 我根本就不要在這邊追股票 我要跟你鬼骨子一樣 在這裡買嘛 當成本獲利被拉開之後 這邊震盪就不會被洗掉了嘛 來到了相對高檔 隨便賣啊 隨便賺啊 沒有99個百分點 也有91個百分點吧 沒有91個百分點 也有80個百分點吧 很好賺啊 那標股有沒有一檔 接一檔 你要知道一檔個股 它未來的可能性 AI伺服器最需要的是什麼 散熱 散熱大家都有 從之前的電腦桌上請 甚至於連這個行動電話都需要散熱 但是未來AI是高速運算 它要的是什麼樣的散熱 誰人是的散熱 AI從去年已經紅了一整年 AI的題材從Trade GDP起 已經超過一整年 可是其紅雙紅到了去年 今年1月份才開始起漲 整理完之後才開始又漲 可是這些題材早就知道啦 籌碼面的變換 你有沒有去做追蹤 其紅雙紅的財報 你有沒有去追蹤 我有啊 所有的果都是前面那個因 這因為你前面有做了 下足了功課 我鬼骨子不敢說我比人家更聰明 但是我的邏輯思維絕對是更高的維度 而且我絕對比這市場上 所有的分析師都更努力 我每天早上5點就起床 看美股看新聞 定下今天操盤的策略 我每天大概都是12點過後才開始睡 睡的時間都很短 幾乎沒什麼睡 我大概會在禮拜六日的時候 稍微補個面 但禮拜一到禮拜五 是打戰的時候 我知道我maybe沒有人家那麼聰明 但是我一定會做足功課 每一檔個股的狀況 我鬼骨子要撩弱執掌 它未來的可能性 我要撩弱執掌 我對於我的每一檔個股的進出 我才會覺得有安全感 這是我對於我股票方面的期許 那這也是我在帶領我家族成員們 在操作的前提 我要夠懂 我要夠知道 我要能夠看到這檔個股的未來 我才要去買它 那如果個股已經往上噴出了 我就不要了 我要換股 我要換到低檔的股票 就跟現在很多的股票已經往上噴了 不要再去買它 不要再去追它 齊鴻雙鴻 我早就跟你講不要追了 已經到了相對高檔 我甚至於賣的時候 我也在節目跟你講 我在賣齊鴻跟雙鴻了 好 99個百分點 把它獲利放口袋 3376的新日星也是一路狂飆 什麼時候賣 3月8號賣 漲了一大段賣 都跟你講 4714的永捷 3月7號狂飆了114個百分點 低檔看到了 帶領家族成員進場去做布局 狂賺 然後他最後漲了114個百分點 賣 3163的波洛威 也是大賺了一段 通通不準追 上全CPU相關的吸光子的 也是大漲了一段 不準追 利台狂飆了184個百分點 賣 市電在今天又創下了波段新高 都還記得從第一根起吧 一路漲到現在已經74個百分點 你都見證到了 你也都參與到了 都賺到了吧 華晨也狂飆了78個百分點 甚至於這段在整理的過程當中 我還跟你講 重電的股票他很好玩 他會輪流上漲 輪流整理 之前漲的是誰 是中興電 可是在華晨的部分 比較沒漲 深至於還給你小拉回 但是我說這種股票是長限利多的股票 漲價不會只漲一次 七八月是用電的旺季 那那個時候當然會再調漲 在我這裡我看到的電費沒有到位 他漲價的幅度沒有到位 所以未來都還會再調漲的可能性 因為電費 坦白講台灣真的很便宜 你跟日本比 你跟南韓比 你跟美國比 便宜的要命啊 所以台灣人是很幸福的 但是相對於台電來講 虧損就不能夠再擴大了 所以他勢必要調漲 也不能一次到位嘛 他要分批進行 所以重電的股票怎麼會走完 沒走完啊 我都跟你講在前面啊 你知道未來還有利多 整理的時候你怎麼會把它賣掉 拉回的時候 你怎麼會覺得這兩個股走完了 之後他沒有光光是這三天 三根的紅K棒 就把你原本的獲利給拉大多少倍 這也是我家族成員的股票啊 這也是我在節目公開給你的股票啊 重電之王 當我在講的時候誰跟你講 結果現在所有人都在跟你講 華晨中興電 很好玩 當股票漲了就跟你說 這張股票很好 當大盤到兩萬點就跟你講大盤很好 當大盤回又跟你講不好 沒意義 走在前面的人 你看到大海裡面的水滴 一點意義都沒有 你要能夠看到水滴裡面的大海 那才是操作的精髓啊 華晨也賺新股票2474的可成 又是亮麗的接棒演出了 在我這邊永遠有大戶籌碼的股票 永遠有平台第一根的股票 你就跟著我鬼姑子一起來迎戰未來的股票市場 絕對是對你有幫助的 我們的龍騰四海專案已經即將要到了一個段落 希望還沒有加入 沒有加入我鬼姑們的好朋友們 請你動作要加快了 這一次直接給你3加3 6加6直接送你一倍 直接送你一倍 有需要的就請撥打2543 3399 那這一次一定會帶你以股換股 你才能夠從頭再賺標股 以股換股就是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不是跟你講說一檔個股要重壓 買完之後還要再買 我跟你講的是高檔的股票 一定要換到低檔的股票 我講多久了 講很久了吧 大家都做了吧 那相關高檔的股票在震盪的時候 00940的股票在震盪的時候 不就可以避開 而且低檔股票又是一檔接著一檔 慢慢再串起來 資金勢必會輪動 高檔爆量的股票 籌碼本來就亂 裡面的控盤者 坐手本來就會放棄這種股票 拉不動啦 那還顧著它幹嘛 拉不動的股票 不會有人要顧 它只會被賣掉 換到新的股票 籌碼乾淨的股票 懂了吧 所以當你成為我的家族成員 我第一件要帶你做的事情 就是以股換股 很多人近期來找我 看到的股票 全都是去追來的 我就跟他講這種股票 這個時候你去買已經不恰當了 趕快換掉 趕快換掉 我並不是叫他把股票清空 我是用高檔的股票 換到了我這裡低檔的股票 結果原本他持有那些高檔的股票 下來的速度跟坐電梯一樣 非常的快 但是他賣掉了 就避開了 那做股票要賺錢 兩個事情 一個股票要飆 你會賺錢嗎 第二個股票在跌的時候 你已經先賣了 你沒賠到 你要能夠賺錢 又要能夠避開下跌的風險 這就是做股票最重要的兩個事情 我幫我的家族成員都做到了 所以如果你現在來找我的 我一樣會幫你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以股換股 你才能夠從頭再賺低檔的表股 會幫你這個量身訂做的持股調整 除了高檔的股票之外 如果你手中所有的持股 所有的持股 如果說他真的 因為很多人看不懂 有的股票的本質真的是很差 他沒有成長性 他也沒有題材跟想像的空間 那連量人都沒有 大固酬也不在裡面 那我說這種個股 不要浪費時間去持有他 直接請他換掉 請他把資金給抽出來 換到了我的精品股上面 然後我是市場唯一能夠把鬼股值的心法 融入在股票市場裡面的人 各位世間只有沒有對錯 只有因果 很多人都在講說 漲了所以對 跌了所以錯 沒意義 你用這種低維度的看法 再看待股票市場 你永遠都在隨波逐流 重電股漲就講重電股 漲一段又繼續講 大盤漲就講大盤會好 大盤跌又說大盤不好 散熱漲就說散熱好 散熱跌就說散熱不好 這種東西沒有意義 你只用對錯 你只用漲跌來看股票 你是用一個低維度 在看股票市場 但是我要你把它拉到了 因果上面來看 用一個更高的維度 因果 陰陽 百合 來看股票 你才有辦法站在一個更高的思維 去看待股票市場 愛因 愛因師堂說過 所有問題的答案 都在更高的維度上面 所以不要在現在那種 到底是漲或者是跌 你到底做對或者是做錯 這是一種低維度 原本人類已經用了幾百年的方法 但是我要你用因果跟陰陽 來看待股票市場 有不懂得成為我的家族成員 你就問 然後 我帶領家族成員操作的股票 畢竟 不可能所有股票都買 所以我會把最強的精明股 帶領我的家族成員去操作 但是 還有一些也有籌碼的 也可能很低的 有很多人想要試試看的 因為他畢竟也具備了爆充的這個力道 那該怎麼辦 我就會把它放到了索馬影音的裡面 所以索馬影音的股票 也是超級強的股票 如果你想要自己做看看 Maybe 你有一些額外的資金 你想要做個當充 你要知道最強的股票是誰 那你就到索馬影音的裡面去看 然後 在你是我家族成員的過程當中 任何你有持股方面的問題 都歡迎你直接在LINE AT裡面詢問我 我都會回答你 這是家族成員才有的福利 所以如果有需要幫忙的 現在就是時候 大半不會一直往上漲 它一定會震盪 所以這個時候你一定要換股 沒有換股你就會第一個 該賺的沒賺到 第二個 不該賠的又賠到 這真的是賠了夫人 又折兵 何必呢 所以請你跟著我做對的事情吧 需要幫忙的 我鬼骨子一定挺你到底 02 2543 3399 歡迎你把電話撥通 我們未來財運亨通 那有一檔目標50個百分點的精品股 等一下我會跟你做分享 好 昨天一個重要的經濟數據PPI 回過頭來講大盤火上加油 PPI就是生產者的這個 生產者的指數 就代表它的成本是越來越貴 或者是越來越便宜 那PPI增加就代表變貴 昨天公佈的是年增1.6個百分點 1.6也沒意義 經過了比較才會有意義吧 那它高於預期的1.2個百分點 高很多出來 高很多出來 高了25個百分點 不對 高了33個百分點出來 月增0.6個百分點 高於預期的0.3 那在核心PPI的部分 也是年增2個百分點 高於預期的1.9 月增0.3 也高於預期的0.2 全面高於預期 很多人在大阪漲就跟你說會好 很多人在CPI回檔的時候就跟你講 未來CPI一定會往二來走 只有我鬼故事跟你講 在我這裡CPI我沒有這麼看好 CPI有可能會捲土重來 全市場只有我敢在節目這樣跟你講 CPI之前跟大家分享過連兩個月超升預期 還跟你講CPI前瞻的陰陽 就在於聯準會的傳承董立可說的 維持利率不變 他不是說維持降息不變 他說維持利率不變 不變還在5.5耶 那還得了 代表說他看到了一些市場沒看到的東西 今年的降級就我這邊來看 應該不到三次了 甚至於連兩次都不到 甚至於如果演變再更誇張一點 還有可能會轉為升級 那就事情就大條了 那一樣同期相比才有意義 任何的數據都是經過的比較 你看如果你是打籃球的 你跟Michael Joe的比你超級爛的 但是如果你是打籃球的 你跟幼幼園幼兒園的人來比 你跟神一樣 你依舊是你 但是比較的這個對象不一樣 你可能很爛也可能是神 所以比較之後的結果才有意義 2022年通膨來到了789 越來越高 2023年你跟高級期比 你當然很容易變好了 所以你變成了6543 那一樣去年的基期開始變低了 那你今年就很難比了 所以你會看到今年的CPI的數據 公佈出來並不是太好 那你再細看 下個月在去年的2月份的時候是6 3月份變成了5 直接掉了1 掉的幅度是很大 也就是下個月4月份 要公佈的這個月3月份的CPI 必須要掉很多 CPI才有可能會走緩 如果10月又往上漲 如果住房的這個房租跟價格又開始向上推 那4月份所公佈的CPI 那是很難看 所以對於CPI最敏感的是誰 我們拿證據來看 10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3月13號就跟你講 如果未來要開始降息的話 殖利率怎麼會往上走 利率變低 殖利率也要跟著降低 但是他卻在這邊 來到了低點之後 今年根本就沒再看過低點了 甚至於到了上一次公佈CPI 還往上走 昨天公佈PPI又往上走了 快要創今年的新高囉 而從兩年期比較短天期的殖利率來看 3月13號開始反彈 昨天又大幅度的上升 甚至於也快要創今年的新高了 殖利率不會說謊 他要跟你說的就是 但是未來他覺得利率不僅僅是不會降 還可能會往上走 你就要去注意了 好 帶大家看的絕對是水滴中的大海 不要只看大海中的水滴 看到了事件的陰陽 看到了事件的因果 你才有辦法成為神 上市 之前跟大家說 即便還沒有破任何的線 但是上櫃已經先破了 上櫃走在上市的前面 訊號已經跟你講不太對了 而且你再看 從週K的地方來看 上市跟上櫃都創下了第一次 雙週的上影線 連續兩週的上影線 上市兩個上影線 這是第一次看到這個狀況 從前年的10月份反彈以來 第一次看到這個狀況 跟上櫃也是連續兩個上影線 就是第一次看到這個狀況 那就是走一個背離的路 這邊是不是要反轉了 沒有 沒有反轉 但是它過熱了 過熱了 現在要做的一件以股換股 如果已經走空了就放空 但是以股換股代表什麼 還是多頭 所以這個大盤延續我之前 所給你的答案 只會震盪不會翻空 它會拉回 各位你看 現在偏離離陰陽線這麼遠 之前在下跌的時候 2022年偏離的過遠 空頭它也會反彈 偏離的太遠的空頭 它也會反彈 這都很正常 現在要走的就是偏離的 要修正的路 你看 在上跪的部分 已經偏離過遠了 本來就要開始走 這個修正的路 好 前面大盤講太久了 我稍微講快一點 還沒有加入我們LINE AT 趕快去加入 因為裡面我會不定時的 給你一些重要的建議 小老鼠 GO888 雙紅 從相對低檔 1月22號 362塊錢 一路飆到了745塊錢 黃飆了99個百分點 超好賺的 一檔個股 99個百分點 1000萬 但高霸 90萬 快要翻倍了 那包 那現在稍微震盪 各位我賣了就賣了 我不會跟你講我又有了 目前雙紅我還是不看好 它會開始陷入震盪 任何的反彈都是減碼用的 那包括了像齊紅一樣 低檔300多塊錢 然後一路狂飆了99個百分點 變成了677塊錢 然後現在今天又創了一個小波段新低 一樣 已經不看好了 它會震盪 要經過的整理 它才會變好 那新日新也一樣 一路狂飆 什麼時候賣都跟你講 有滴滴有賣 高高你有賣 就賺錢 那包括像永捷也是滴滴的買 然後廣標114個百分點的時候賣 就賺錢了 那跟你講機會來了嗎 今天稍微有一點創高了 還不會又往上攻 但它會稍微整理完之後 這檔個股整理完 我們再出手 達新財100塊 起到172塊 漲了72個百分點 那東陽還是維持相對強 台表科也很強 聯強也很強 請你持續投以關愛的眼神 光榮也是不錯 兩位給他時間稍微整理 目前已經亮縮了 隨時有可能再表態 那冒達也請你投以關愛的眼神 這檔個股蠻特別的 好 還沒有加入我YT的頻道 請你去搜尋金融鬼估值 幫我按個訂閱 西瓜子相關的 波羅威也狂飆 上全也狂飆 一檔接著一檔賺 我這裡一直很認真在幫你找股票 我這裡從低檔拉回 再幫你看股票 一路狂飆 那才叫做爽 那才叫做賺 賣也跟你講 然後新股票 中美金也開始往上噴了出來 然後新的浴金光跟可乘 今天又創新高了 新股票就是這麼好 然後 來 電力的時間不夠講了 也是狂飆 你就自己看一下 一路狂飆 華晨也漲了七八個百分點 市電也已經漲了七四個百分點 而我現在要跟你說的就是 這個專案裡面的新股票 金屏股就它 還沒有漲到 還在低檔 會不會一路狂飆 低檔買才能夠瘋狂賺 大戶籌碼已經進來了 到目前為止整理那麼久 都還沒賣 散戶已經跑了 前一次有這個狀況叫做新日新 買完之後橫盤整理完 它從這裡到這裡再漲一倍 這裡已經漲過了 這裡整理完又再漲一倍 跟金屏股的籌碼狀況 跟它的形態可以說是一模一樣 那它會不會再漲一倍 這個是目前市場很少人在聊的類股 新的類股 但是是重要的類股 老字號的類股 未來下半年要開始變好了 從不好要變好了 這就是我要的股票 低檔變好 籌碼已經進來了 而且有先例可循 所以這檔股票 希望你好好地掌握住了 有需要幫忙的 想加入我 想要一起操作金蘋果的好朋友們 請你撥打 0225433399 或者是直接在我的LINE AT裡面 小老鼠GO888 直接留下您的大名跟聯絡電話 我鬼谷子就會請專員跟你做聯絡 我們一起加油啦 好那今天的節目就先進行到這邊 願我如常鋒 半君行萬里 我是金融鬼谷子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個禮拜一 再見 拜拜 拜拜